同样是令人感动的地方力量展现 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要到宜兰南澳的泰雅族部落 有一群建筑系的大学生在暑假期间 放弃了建筑事务所的高薪打工机会 一起到这里协助部落搭建泰雅列镜异象的文化走廊 他们从零开始跟着部落齐老学习传统的泰雅族工法 虽然原本敲打电脑键盘的白镜双手 因为挖土绑竹子而变得有黑粗糙 但这群年轻人不以为意 建造期间他们还遭遇了苏拉台风 甚至夜宿的地方遇上了土石流 但他们饱受惊吓之余 仍然决定留下来完成工作 并且协助灾民清理家园 在农历7月15这一天 适逢泰雅日 用竹子搭建而成的列镜主建物完工了 透过我们的记录 来看看这群年轻学生如何在陌生的部落热血竹梦 一群年轻人的吆喝声 让原本年轻的南澳部落顿时热闹了起来 这群来自各校建筑系的大学生成为南澳种子 在宁传大学建筑系老师的带领之下 和部落里的泰雅族人携手合作 要打造泰雅列镜的文化走廊 因为在这个构造物上面 我们是用每一种不同的单元 去搭出一个类似他们过去泰雅族 他们上山要打雷的时候 在那种崎岖的步道里面行走的空间感 平时在都市丛林 即便到了建物施工现场 看到的也多半是钢筋水泥 这回到部落盖房子 竹子才是主角 但首先得先从挖土开始做起 原本一双双在电脑前 移动滑鼠的白镜双手 如今变得既有黑又沾满了沙土 仿佛刻满了青春成长的轨迹 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就是除了在学校 学到一些基本上的东西 然后可以实际上的操作 或者是对竹子 或者是这些材料有一些认识 对都市里的孩子来说 吃过竹粉 看过竹子 但要用竹子盖走廊 这还是头一遭 绑竹子更是初体验 部落齐老耐心教着 大学生也得认真学着 贴上去的时候 就这样子过来 好 贴上去啰 这个是第二层 光看不练可不行 实际操作才知道 有没有学到真功夫 就这样 那这个要压这边还是这边 压下去就一直跟那个压下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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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这个节 嘿嘿嘿 然后往这边吗 嘿 你先压这个地方 这样出去 对 你很厉害吗 我OK OK 漂亮 80分 这个你得到60分的话 已经及格了 但是我可以达到八九十分 整个南澳种子逐潮计划 是在一年多前开始营牙的 是一年前我们带学生来参加 那个杀运的一百年周年 那因为刚好也是民开校先生 如果就是不小心失误 如果就是过世的那次 那我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来 其实我一直在部落的中间 找寻一些机会 就是说能够回馈部落 OK 正式开工前 老师和学生走访部落齐老 走进南澳古道 为的是更了解太阳文化 让建筑更有灵魂 从设计想法到实际操作 这段路并不容易 从模型到实搭 落差比想象还要大 因为在做模型的时候 它用竹子去做去搭 可是当真正要变成一比一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几个问题 包含说这竹子不是直的 它是有点弯 然后第二个竹子 它本身有处有细 所以怎么样把它绑在一起 当建筑系的专业理念和构思 遇上泰雅族人对传统的坚持 彼此间的协调与磨合 得花点时间 才能碰撞出融合的创意火花 而建筑系学生 烈日下汗水淋漓 任劳任怨地买手工作 也打动了在地泰雅族人的心 他们的这一批学生 都是很心甘乐意 而且工作效率都不错 而且都很愿意付出 所以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也学到他们的东西 可是他们有很多的东西 没有看到我们的东西 他们也学习到了 一般建筑系学生 暑假若是到建筑事务所打工 或是自己接设计案 至少有数万元收入 但对他们来说 在南澳搭建泰雅列镜的人生体验 却是金钱换不来的无形财富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 原住民的精神的地方 那就看到他们生活的方式 然后对大自然的尊重 就是使用材料方面都是 就是很需要才用 那也不会去过多的使用 在这样子的经验里面 我想这个在很多建筑事务所里面 碰不到 因为在事务所里面是 老板叫你做什么 那在这边来讲是 你跟当地居民接触 从这里面你观察 他们需要什么 年轻人热血的建筑理想 尽管不要求分毫的报酬 但工程的材料及其他支出 却是部落得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南澳发展协会旁的制鞋工方 泰雅妈妈们专注织者布 每双手工鞋从织布到整体完成 至少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卖了鞋子的钱 就是推动泰雅列径的建筑经费 但烧钱的速度远比想象来得快 社区只能想办法筹经费 让学生及部落共同建造的文化地标 能顺利诞生 更为部落社区总体营造 带来曙光 我们有一直不断地在创新 那我希望能够结合现在的位置 能够做以后未来更好的规划 不管是近程中程远程 我希望的远程是大家以后都有希望 能够在这个部落里 爱这个部落 愿意做社造的工作 也来参与社造的工作 第一阶段的构筑 因为苏拉台风的来袭延宕了不少 苏拉台风过后的两周 重回学生住过的庇后村 一路上尽管已经大致清理完成 但风灾时触目惊心的画面 却清晰地在无形影的脑海里 不断重现 当天苏拉晚上 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 风雨都不大 像你看到对沙暴的地方 就是当初土石流就是从那地方这样流向 那流下来的时候 我们整个这个车部 我们那边会有一个后面 然后一打开门 就是你就看到土石流从这边这样 这样延伸下去 就可能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其实那个影像还蛮出名的事情 这些来自外地的年轻人 还没盖好泰雅裂境 却先帮灾民清理家园 我就跟他们就帮忙协助清理一下 那稍微清理一下 至少不要让就是有一些东西被冲走这样子 风灾过后 原本学生们要移到当地民众搭建的竹屋站居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天平台风 让竹屋频频漏水 这天陈汉怡来到竹屋 一方面检查结构 也做些简单的加强工作 竹屋没得住了 晚上发展协会展示区的地板 就是同学们的床 熟练地搭起蚊帐 铺好睡袋 准备一夜好眠 迎接明天更多的挑战 在汉人奴隶7月15 中元节的这天 碰巧是泰雅日 对于没有鬼节习俗的泰雅族人来说 泰雅日就是好日子 于是成了工程的完工大日子 丧学生和部落族人一起扛起沉重的竹子 这个画面是真真切切的 足球融合 夜日下 竹架从篮球场一路扛到施工现场 短短几十公尺的路 却让大家狂飙患 但困难的还在后头 终于竹架立了起来 但角度总是一瞧再瞧 就怕歪了会影响结构与外观 这时部落青年爬上竹架 再度强化 好不容易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竹架定位了 接下来的灌江 比完工越来越近 泰雅列径的主体意象 在学生与部落居民的 同心协力下完成了 但这只是初步的成果 却是一个多月以来的汗水 灌溉出最初的美丽果实 要让我们部落的人 原本那些就是 比较不勤奋的那些人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之后 也有他们的觉醒 你看汉人都可以 牺牲奉献地来到这边 何况是我们自己部落的族人 一轮明月高挂 汉人忙着中原普渡的 这一天 南澳部落却有一场 温馨的庆功晚会 南澳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玲夫妇 分别拿着Saxphone和吉他 在月光映照的 泰雅列径主体旁 和大家庆祝这个 特别的日子 整个泰雅列径还很长 这一次完成了主体意象 接下来经费和人力 都是考验 开学在即 老师和学生都要回到校园 未来只能利用假日和寒暑假 继续工作 开学之后 学生们有精彩的部落工作故事 和同学分享 这一年在南澳的暑假 真的很不一样 众人忍不住的惊呼声令 终于传说中的绿色精灵 猪罗树蛙现身了 好 难道啊 我要去哪里 在这儿 哈哈 这里也有一只 真的喔 你好厉害喔 对 小吃的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